因为保龄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在合格有效期限内的保单 对那可是最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个保单后面并没有缴费 那这个也是卫生单位他们也是收到一样的证明 他们也是很诧异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会请教相关单位我们以后要怎么样去证实 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保险单 它到底有没有是一个有效果的有效益的一个保单 所以要问一下好像这一家做南洋美食 会有面食类比较多会不会再加强鸡茶的这个利品 是的因为现在民众比较关注就是说可能是面粉发烧类的这个食品的话 他们不会很会关注那我们会特别来加强鸡茶 那我们目前鸡茶发现到不妥或是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目前还在鸡茶中 那事实上这个针对就是说一些的什么米食类的制品的话 实际上我们年度的话我们都有一些的例行性的鸡茶部分 那过去的话就是针对就是说可能常验到不合格的 大概就是就是一些的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啦 或是说有一些的避免的维生物的部分 那针对就是说将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米酵菌酸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目前的话已经也预计采检这个相关的这些的这个标准品的部分 那未来的话会配合和中央的公道检验方法 我们会做检验 所以会把它纳入这个专案去抽验 这个可能要再跟中央讨论 所以食材的这个保存部分也会百会让你强化的一个看法 是的对因为就是说这个美食间它的空间一般是比较狭小啦 那我们会加强就是它的食材的保存部分 还有它制作的过程 那以及说它的这个保存它是其实有一些的进货的单据是可以溯源的记录 那这次他们有需要拿出什么单据吗 那像是公文医院责任险等等的 公文医院责任险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查核 这个都是我们每年的例行性的查核的项目 所以保龄刚好只是还没有查到而已 保龄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查 那只是说因为它可能是它的这个保险费 它好像没有继续完成的部分 事实上它是有保存的 只是说它没有完成这个保费的缴较的话 它这个保险这个是失效的 保险的话我们也会看 那如果是说它网路上已经有的话 我们就查它网路的记录就可以了 所以当初保龄是怎么没有发现它 就是漏掉这些人 事实上它们上面的话有写它保险的期间 上面是有的 那只是说它这个保险是不是失效的话 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说透过它上传的一些记录 可以看得到 这个之后就会在加场 在加场吗 因为这样是不是有漏掉的 这个我们在加场查核不可以 那保险的这个事件的确是一个意外 在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澄清 因为保险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在合格有效期限内的保单 对那可是最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个保单后面并没有缴费 那这个也是卫生单位他们也是收到一样的证明 他们也是很诧异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会请教相关单位我们以后要怎么样去证实 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保险单 它到底有没有是一个有效果的有效益的一个保单 所以保陵社几周到假的资料吗 应该是说我们跟他索取的保单是他提供给我们的 是不是假的资料 这个可能要由司法单位这边来认定 本这阵子并不是故意并不见面 是因为太多的媒体一直打电话给我们 那我们现在首要的工作就是赶快找出 呃卫生单位还有调查单位需要我们提供的证据 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那针对现在在调查的期间很多东西可能也不太适合跟对外公布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现在的第一药物就是权利的配合检调单位的一个调查 那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尽可能的第一时间提供 赶快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厘清 那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后述的一个像您刚刚说的 比如说是协助保险理赔的部分 或者是怎么样可以改善 比如说像这个保险单怎么样去证明它是有效的文件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要再立即的赶快来去做检考跟改善 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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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